想要修盛水电得先了解基本居家用电安全事项 细到梯子材质 大到电路架构 在老师洪元明深入浅出的教导下 工具的材质及应用变得简单好懂 加入创意 让营法长辈动动脑 各式水管组装创意纯线 机关枪 书架 拉筋板 到最后进入按摩器 现场欢笑声不断 要让我们的这些高龄朋友们 在家里面 能够透过这些知识跟技能的一些学习 中山热林学习中心 首度开设水电工的课程 校长说不止秒杀 还首度出现男学员都与女学员的现象 这个水电修护 我发现男性参加的非常的高 借着这样的一个课程 也可以让他们有一点 社会贡献 不但是对家里面有贡献 简易的 然后我们到社区里面 也可以帮忙来做这个简易的一个修复 营法朋友投入学习水电修缮 并成为家中修缮的得力助手 老婆的催促是一个动力 让我们更了解居家的安全 跟用电的安全 因为现在水电工真的很难请 不是只有家钱的问题 对我来讲最大的帮助就是 把家里面有一些简单的家居的水电的项目的维修 更进一步的知道怎么样去了解它运作的原理 我想说我们如果学会的话 我们可以自己来维修 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会更好 也谢谢中山热铃能够开这种课程 像我今天就上了一个热水器的不同 有一个墙牌 我刚刚还在请教同学什么叫墙牌我不懂 那我今天学到了 谢谢中山热铃 第一天堂课我就吓到 我很多东西都不懂 因为他第一堂课讲的是规范 就是在水电方面的规范 那规范包括不是你自己组装 而是说当你家里要成装的时候 你自己要注意的东西 然后我发现这种很多尝试不是 我们并没有普及 然后我跟另外一位女性的同学 我们都认为说这种课程真的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但是生活上面的安全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尝试 学员们彼此交流相互分享 中山热铃鼓励银法朋友积极参与学习 透过课程提高生活品质 还能为社区和家庭带来更多的互助与温暖 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